有一個方法讓你吃到飽吃到成 還能越吃越瘦 從此脫離小富婆的生活 你是否會羨慕那些吃再多都不會胖的人 有看自己都已經出茶蛋飯了 但體重還是直線上升 在你想做頭也想不到怎麼辦的時候 今天我就要分享一個讓你吃到飽吃到成 體重還能直直落的方式 我稱之為二一一減糖法 不會計算熱量也沒關係 只要用看的就行了 現在就請大家按下 儲存鍵跟我一起執行 佛心二一一減糖法吧 不管是努力運動或者是節制飲食 都是希望能夠燃燒脂肪聚當小富婆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就是要燃燒掉脂肪之前 你要先把糖類燃燒完才輪得到它 換句話說 假如你糖類像是飯、麵、馬連薯、地瓜、 饅頭這些 你沒有節制的吃 那你等到天荒地老都等不到 脂肪燃燒 首先要執行 佛心二一減糖法之前 第一步驟你就要先想像一下 在你面前有一個直徑約25公分左右的大圓盤 接下來我們將圓盤分成一半 左半邊這邊 你可以放進所有關於蛋白質的食物 像是雞、豬、牛、魚、羊、豆腐、豆干都可以 總量大約就是你一個手掌的大小 相當於就是一片雞、熊、肉、或者是一條魚 這類食物不只糖含量很低 吃完還會很有飽足感 而且不容易餓 右半邊的部分 我們要再把它分成一半 這一半我們要放進蔬菜 總量大約就是一個拳頭 不過盡量選擇像是葉菜類的 像是空心菜、地瓜葉、高麗菜、菠菜等 糖含量比較低的蔬菜 再來像是胡蘿蔔、馬鈴薯、芋頭這類蔬菜 就要減量食用 因為它屬於根莖類的蔬菜 雖然是蔬菜 但是它的糖含量也不低 剩下最後一半就是澱粉 也就是飯、麵、饅頭等等 量也差不多是一個拳頭 或者是半個拳頭就好了 所以執行佛心211減糖法 不是不吃澱粉 而是減量 假如你想要效果再好一點 或者是你已經習慣不吃那麼多米飯的話 甚至可以將根莖類的蔬菜 像是南瓜、地瓜、馬鈴薯 來取代米飯 用圓形澱粉來取代精緻澱粉 這樣會更容易消化吸收 以及促進脂肪的代謝 以前我們就是吃飯配菜 現在就變成像是吃菜配飯的一個概念 所以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我們一開始提到要燃燒到脂肪之前 要先燃燒完糖類的這個概念 只要減少每餐糖類的量 那就更有更多的機會 可以燃燒到更多的脂肪了 不過這邊要重申一個重點 你想要效果更好的話 是可以減少澱粉的比例 提高蔬菜的量 但是不是完全不吃 好了 聽完以上的說明 你是否更了解 佛心211減糖法的操作方式 那我們就在下一餐就可以開始執行 一天之中我們先選擇一餐來練習 熟悉了之後再試著延伸到其他餐 如果有任何問題都歡迎大家留言告訴我們 大家一起來討論自己的減糖套餐 跟著食物鏈一起執行佛心211減糖法 吃到飽吃到撐 還能越吃越瘦 從此脫離小夫婆的生活 我是Alex 搜尋食物鏈 分享訂閱加留言 我們下次見